紅色奧迪慢慢開出巷子 就是這段影片 讓陳先生遭檢舉噪音車輛 再講到這件事也是滿滿無奈 假設說你現場認為我的排氣管 有造成噪音去影響到別人的話 你當下應該直接告訴我 通知我 請我離開的時候 我離開的時候 他從我背後這樣子拍 聲音根本就是他摩托的聲音 他就是故意栽贓給我的 原來檢舉人是警察 但陳先生不滿的是 今年5月臨庭街女兒遭到盤查 警方確認沒有違規 要他趕快離開 結果三個月後 竟然收到新北市環保局來函 要他去演噪音車 讓他一頭霧水 除了現場試採油門讓媒體拍攝 也拿出檢驗後的合格證明 認為自己很無辜 也就是說沒有明文規定 警方檢舉造音車得要口頭告知民眾 但通常原警也會有一定特定注意的車輛 像機車加裝其他燈光煞車閃爍器 以及沒有排氣管防燙裝置 擋泥板及後視鏡 氣缺部分安裝後反光改裝燈 加裝或改裝其他燈光 都會是警方檢舉類別的前幾名 這回雖然警方檢舉過程合乎規定 但突如其來的環保局來函 確實也讓他感到錯愕 TVB 新聞 高子曜 張正安 吳欣燕 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